在第十一届南部传统民煎饼节期间 游客已有机会亲眼目睹 15位厨师一起碰制的一张直径达三米的巨型煎饼 这张煎饼被评为西部地区有史以来最大的煎饼 为了制作这张直径三米的煎饼 15位厨师和美食艺术家们 需要提前10天准备各种材料 厨师们使用了30公斤面粉 20公斤虾肉 10公斤绿兜 20公斤叶丝 20公斤鸭肉和65公斤蔬菜等 制作这张煎饼需要超过30分钟 以确保煎饼表皮酥脆 内力渲软不糊底 具有西南部地区特色味道 第一次来这里 看到美食艺术家制作巨型煎饼 很有趣 我非常喜欢西部地区的煎饼 也特别敬佩各位厨师 这里的氛围很热闹 还可以免费品尝煎饼 好开心呀 这个煎饼很好吃 完成后 卓委会将这张巨型煎饼切成一切份 并邀请在厂厂观众品尝 食客们评价说 这个煎饼非常好吃 既完好保留西部地区煎饼的特色 又确保食品卫生安全 卓委会希望通过此次活动 向游客介绍西南部地区特色煎饼 以及南部传统人煎饼的独特风味 此外 该活动还有助于保护与姑娘 越南南部地区传统民间饮食文化价值